全國防疫警戒降到二級 各個景點也紛紛放寬了入園規定 像是南投的清淨農場 吳嶺亭還有溪投都提高了管制人數 不只是景點 南投的餐廳也開放內用 但是餐飲業者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也有民眾表示 還是會先維持外帶 清淨農場馬術秀現場掌聲響起 觀眾席上雖然沒坐滿 但明顯比上星期要多 民眾牽著小孩的手來西投旅遊 還有人趁著假日 從台北拋來南投走一走 都沒人很好 真的很期待 西投是非常好的地方 二十七號開始 全國防疫警戒降到第二級 各個景點也放寬防疫規定 像是清淨農場 從原本管制的三千五百人 增加到四千人 和環山武嶺亭 原本的十八人提高到五十二人 兩個景點的停車場都提高到五成 而西投三級為結封後 原本只允許飯店旅客入園 每天人數上限一千五百人 停車場限制四成 降為二級以後 園區總人數上限到三千五百人 遊覽車每車最多可以搭載二十人 停車場也取消了限制容流數 管控在三千五百人以下 那如果超過 我們就才一出一進的方式來管控 餐飲業者忙著確認外送訂單 接下來降二級 南投縣開放餐廳內用 梅花座或是隔板 只要二擇一 不過餐飲業者有不同聲音 開放餐飲內用 業者或是民眾都怕怕的 決定先觀望一段時間 不過疫情總算趨緩 不管是旅遊業還是餐飲業 都看見了新的曙光 記者威少宇 徐凱蒂富麗嘉 南投報導